为什么可以花300块钱洗衣服的 每天就是吃吃吃 过一个小时我就掉两块钱 什么年代的还发挂号信 不要再留在那边了 回国多好呀 就是超级可爱的一个地帐软件 哇 好贵 哈喽 大家好 我是Lun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个视频要跟大家一起来算账 因为法国这一周刚刚解封嘛 算下来我在家里大概待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想说来算一下 我这两个月完全待在家里 你到底会花多少钱 如果你也想了解在法国生活 每个月需要多少成本的话 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呢和你们说一下 我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吧 就是不管有没有这个疫情 不管我是上班上学 或者是完全待在家里面 我每个月肯定会要支付的一些开销 那最大头的肯定就是房租的部分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一个小的studio 面积是19.5不到20平米 如果你们想看我房子长什么样的话 可以去发我之前的视频 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单身公寓啦 就是厨房卫生间还有卧室 都在这小小的20个平米里面 加上我还要养一只猫 所以住起来算是挺紧凑的 就只能一个人住 多一个人都不行 那我每个月的房租呢是750欧元 其实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还蛮好的 就出去就是地铁站 旁边啊还有大商场 然后各种亚钞法钞都有 然后我住的是15区 算是小巴黎一个很不错的区了 所以这个房子的房租算是性价比还蛮高的了 我周围的房子可能都要差不多八九百欧 我觉得我租到这个房子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 所以我现在的房租就是750欧 但是因为法国政府会给学生一定的优惠嘛 会给我们一些房补 所以我之前拿的学生房补是100多欧 不到200欧的样子 算下来我的房租应该就是差不多600欧一个月 但是我现在因为已经毕业了嘛 很快就拿不到这个福利了 所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开始交750欧了 应该差不多快了 但我现在就还按600欧来给你们算吧 就是每个月的房租 对了 法国租房子还有留学这一块呢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来跟你们细讲 包括我之前在法国留学的学费啊 还有我是怎么一边读书一边赚钱供养自己的 我这三年在法国基本上生活费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给想来法国读书的一些小学弟小学妹 做一个参考 那记得关注我的频道才不会错过我的视频哦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还是把所有的开销都跟大家来讲一遍 前面说了嘛 我的房租就算600块钱一个月 然后我这个房子是包水包暖气 但是不包电 所以电费的话 我是自己拉电表算的电费 每月的电费是35块7毛6 还蛮贵的 我觉得因为我刚开始签那个合同的时候 他给我算的是28块钱一个月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涨到35块7毛6 可能因为我待在家里面做饭的时间会比较多 而且我平时还蛮宅的 然后电话费和网费 我之前是用Ohanche 就是法国一个电信公司他们的捆绑套餐 就是电话和网络捆绑在一起的套餐 每个月才30多块钱 还算是挺便宜的了 但是法国运营商的策略就是这一点很让人讨厌 它就是第一年让你享受很优惠的套餐 然后第二年等你用惯了之后就开始给你疯狂涨价 我原来Ohanche的套餐是每个月30多不到40块钱嘛 然后隔一年它给我涨到70多块钱 差不多到80块钱 79块多吧 然后就马上把那个套餐取消掉了 我觉得有点太贵了 所以现在呢我是换了新的运营商 然后手机和网络分开给 手机的话每个月是9块9毛9 然后网络的话 我现在签的不一格的盒子是19块9毛9一个月 然后这个资费也是一年以后要涨价的 所以我马上又要开始换运营商了 真的我每年想到法国这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啊 哦这搞死人 而且他们动作还特别慢 比如你要解约一个东西吧 你要给他发一个挂号信 什么年代了还发挂号信 然后你要给他写信去申请取消这个业务 然后又要花十多天去取消 然后你要开新的网络呢 你还不能马上当天就开 你还要跟装网的师傅约一个日期 然后隔了几天你才能把这个网装下来 我真是觉得等我把这个网结了 把新的网装上 然后每隔几个月 我要开始换新的网了 哦我真是每年一到这种时候就特别头疼 所以我觉得在法国生活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保持微笑 然后交通费的话 巴黎的地铁卡式买年卡会比较划算的 单次的卡是1.9欧 而且你只能在小巴黎的范围内活动 如果你去到郊区的话会更贵 所以我们肯定都是买年卡 然后学生的年卡是38欧一个月 过了今年之后呢 我就要按全价给了 全价是70多欧吧 不到80 好像79还是78这样子 但是也看以后工作的公司会不会给你报销 一般来说公司都会报一半或者全报这样吧 接下来住房子的话 我还有一个住房保险 一般都是银行帮你办的 然后每个月给银行5块9毛5 我是SocietyJetha的这个银行的 其他不同的银行应该收费也会不一样 基本上也就几块钱吧 反正不会超过10块钱 而且住房保险嘛 万一出个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保障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固定的开销 对了还有最后一个 因为我的房子挺小的嘛 也没有洗衣机 所以我每周的脏衣服要拿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 每次洗衣服呢 是按公斤算的 就6块钱到10块钱不等 我一般衣服少一点 就是洗6块钱这样 然后烘干衣服是1块5一次 我一般就烘两次 或者冬天的话就烘三次 所以每次洗衣服呢 差不多就花个10块钱这样 但是我也不是每周都洗 一般就有一周洗个三次吧 所以每个月洗衣服的费用 就要花30块钱 建议大家如果照房子 一定要照有洗衣机的 你想想你一个月花30块钱 然后一年就要花300块钱洗衣服 我每次想到这个也是觉得 为什么可以花300块钱洗衣服的 我本来是想自己买一个小洗衣机 算了嘛就两三百块钱安在家里面 但是我请了师傅来我家量了尺寸 我家根本就放不下小的洗衣机 所以没有办法就还是得这样拿下去洗 好所以我所有的这些固定的开销算下来呢 我每个月一共要花703块7毛4 差不多就700块钱这样吧 然后如果我的房补停掉的话 我每个月一共就要交850欧 好贵 就光租房子住 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 就要花这么多钱 不过如果你住的比较远住在郊区 或者你是跟别人合租的话 其实会便宜很多 我刚开始来的第一年也是跟别人合租的 然后合租这一部分的话 我也是放在下个视频里面 给你们细假 那算完我的固定开销呢 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下 疫情期间我的生活开销 法国是3月16号宣布要封锁的 一直到5月11号这周一才解封 所以算下来整整封锁了两个月的时间 那我这两个月呢 除了去超市买食物之外 真的是完全待在家里 所以最大的开销就是在吃上面了 应该是比我之前正常生活状态的开销 要少很多的 因为没有社交活动 我也没有办法逛街买衣服 每天就是吃吃吃 我现在生活中真的只剩下吃这件事情了 好那我们就来算一下 我这样完全关在家里面 要花多少钱吧 对我刚好给你们推荐一个记账软件 它叫喵喵记账 就是超级可爱的一个记账软件 它就是有点像那种养成小游戏一样 就你记的账越多 你的猫的数量也会越多 然后你还可以积分去给你的猫换猫饼啊 或者给它换一下新的布景 反正这个界面我真是觉得超级可爱 就让人看到这些猫就很想去记账 好那我是从3月14号开始记的 因为我们是从3月14号那个周末开始紧张起来的 就很怕万一风活了物资不够 所以就去超市各种海豚 那我3月14号那一天在寒超就花了50多 然后去法超又花了36 然后3月17号的中午正式封锁嘛 所以我3月17号早上又去买了一大堆东西 又花了差不多46块钱 反正那头一两个礼拜都是还蛮紧张的 因为非常害怕法国会物资不齐 我们到时候买不到东西没有食物 所以那一两周就是疯狂的往家里塞东西 就生怕东西不够 所以你看我3月25号又买了70多块钱 3月28号就买了24块4毛6 哦对了我疫情期间唯一上网买过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后面这个椅子 它本来是我找到工作的奖励给自己的 结果现在工作也黄了 就剩这把椅子又花了钱 不过算了 这个椅子我基本上要在这上面坐十几个小时 所以算了 也还算是花得来吧 然后这把椅子又花了86块9 所以我3月份下旬光吃啊什么 然后买这把椅子就花了315块6毛8 然后到4月份的时候就比较平稳了 因为我发现好像法国还蛮有秩序的 就根本就看不到什么断货呀疯抢的现象 就各种东西物资还是挺齐全的 而且如果我买太多的话 我冰箱橱柜也放不下 所以我们三个基本上就是每周末固定去超市 买一些新鲜的食物就可以了 哦对了我这里不是记录了我的固定开支吗 然后还有我在清理日记里面跟你们讲过的 我原来还买了挺多那种APP的资费 所以我在4月份都把它们取消掉了 最后留下来两个我是必须要用到的 一个就是领英的那个高级账户功能 每个月是29块7毛4 那个高级账户我是每天找工作的时候肯定会用到的 因为那个高级功能你可以看很多的offer 然后还可以给别人发债内信什么的 所以这个APP虽然有一点贵 但是是我必须买的 再有一个就是YouTube的会员功能 这个也是我没有办法取消的 因为我把Netflix还有电影卡都取消了嘛 我现在唯一的娱乐就是看YouTube 所以我就把这一个资费也留下来了 然后我觉得很生气的是 我银行不知道为什么扣了我四次手续费 就每次要8块钱 然后一共就扣了我32块钱 奇怪 而且它又不会给你写清楚是什么东西扣的费用 这个我就等银行开门了 要找他们算账 就你们在法国都会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就银行经常算错账 然后你要去给他解释跟他争的话 又要吵很久 因为他们做事又很慢 等我把那个钱拿到 我可能都已经忘记这回事情了 反正还是那句话 在法国生活一定要保持微笑 然后接下来几周呢 我的开销就比较正常了 就每周去超市就花个50块钱左右 三餐都是自己在家做的话 其实50块钱一周算是很划算了 像我原来平时出去吃一餐饭呀 可能就一顿就是二三十块钱 所以自己做还是蛮省钱的 然后我两个闺蜜和我住一栋楼嘛 所以我们周末基本上就是一起吃 然后会有一些公共的开销的部分 就每个周末基本上就花10块钱 带来一起吃一个饭 但是每次都吃得超级好的时候 我每周都在等周末跟他们一起吃饭 我真是觉得要是他们两个没有跟我在一起的话 我这两个月觉得会抑郁 就每天关在家里面要关风的那一种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这个月给通通买了 猫粮和猫砂 花了41块钱 哦 然后还带他去看了一次医生 花了57块5 哦 这个也是吓死我了 就还有一天晚上眼睛突然就蒙上了一层 不知道是膜还是什么的东西 我就下个半次第二天赶紧带他去医院 还好去医院看下来没有什么事情 只是眼睛有一点发炎了而已 然后医生开了眼药水 现在也没什么事情了 这个我在vlog里面会给你们戏一架 反正养宠物啊真的要想的好 就是会有这种意外的开销 像我每次带他去医院看诊费就要50块钱 就医生可能就随便摸一下 给他看一下眼睛什么的就要花50块钱 如果你还要做什么详细的检查 拍片什么的肯定更贵 然后这周五呢 我也是要带他去打疫苗 他每年都要打一次 打一次是差不多80块钱 所以养宠物真的也要慎重的考虑 看自己能不能承担得起他平时生活呀 还有可能生病呀 这些意外的开销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讲 这因为我看了蛮多留学生 会可能养了宠物 之后又弃养啊什么的 我真是看了这种事情 我觉得很生气 所以就顺便给你们说一下 好了那我整个四月份的开销 一共就是1168块8毛7 这个就是比较完整的 一个月都待在家里面的开销了 那我来算一下 1168除以30 就是我每天待在家里面不动 我就要花40块钱 然后我再除以24 每个小时呢 我就要花1块6毛7 就差不多2块钱 也就是说我现在每天躺在沙发不动 过一个小时我就掉2块钱 过一个小时我又掉2块钱 然后再躺一个礼拜呢 280块钱就不见了 想想也是好吓人啊 然后我们来看5月份 我总觉得5月份才刚刚开始 然后现在怎么又十几号了 哦这个时间真是过的 那我5月份如果把固定开销加上的话 我就是花了831块7毛4 现在刚好是5月份的上半月嘛 我们再把3月份下半月的支出加上的话 这样拼起来刚好是一个月 那就花了1147块钱 然后我整个疫情今天加起来呢 就是2316块 换成人民币就是 18500块钱人民币 嗯 换成人民币就觉得还挺多了 但是如果按欧元来算的话 其实还好 也就是1100 1200这样 如果不养猫的话 就是1100块钱左右 那像我平时如果正常生活的话 我原来算过一个月大概花1400 就1500以下这样 因为可能出去吃一顿饭就花二三十 然后看个电影啊 喝个东西什么的又花十几欧 我原来上班上学的时候 就不是这么常给自己做饭的 所以就经常在外面吃 或者点外卖啊 那个时候就可能花个1400五吧 而且吃的也不是像现在这么健康 三餐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这样比下来的话 疫情期间其实花钱还蛮少的 但是重点是 我整个疫情期间这两个月 是没有任何收入的 就是不管我怎么省 我这两个作业都是净亏2000多欧 那大家肯定就很好奇 我这两个月没有工作 是怎么撑下来的 其实不光这两个月 因为我是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找工作嘛 到现在五月份找了差不多五个月工作了 我都没有找到 可以说我这大半年 都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一个状态 那我其实是一直在花自己之前赚下来的钱 我之前两年有兼职做过法国的代购 然后也存下了一笔钱 虽然这个钱不是很多 但起码可以维持我现在的生活 然后加上之前实习啊 做别的工作也会有一些收入 所以就这半年基本上都是在抠老本 而且我本来打算的说 如果我没有这么快的找到工作 起码我还可以做一下代购 或者去商场里面做一下那种奢侈品的导购 起码可以熬过这段时间 一直到我找到正式的工作 结果这个疫情真的是要把人赶尽杀绝好吗 就不仅我工作没了 而且现在商场都关门 代购啊或者奢侈品的销售都做不了 而且现在大家都这么穷 谁还买奢侈品啊 反正我自己是肯定买不起奢侈品了 现在这个状态 就我现在也只是老客人啊 可能偶尔会找我买一点东西 但是这个钱肯定也负担不起 我长期这样找不到工作的状态 等等我现在一心就只想尽快找到工作 不然这样一直抠老本 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再加上我父母都还挺想我回国的 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呀 你快回来吧 不要再留在那边了 回国多好呀什么的 但是我自己又觉得我有点不甘心 因为我在这边都待了三四年了 我也很喜欢这边 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用尽全力去找到最后 只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 可能现在整个大环境比较恶劣 但我觉得还是会继续找吧 就找到自己觉得我真的尽力了 我就是找不到工作了 那一刻我再决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回国 而且现在也解封了嘛 虽然肯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恢复 但至少还是有一点点希望了 就不知道看这个视频的 你们现在状态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和我一样这么窘迫和尴尬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现在在国外的人生活状态是怎么样 然后有没有想马上回国呀 让我们做彼此的小面 抱团取暖 虽然现在夏天来了 好像有点热哈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又跟你们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希望你们还喜欢这个视频 那下一集呢 我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在法国租房子呀 上学还有打工挣钱的一些经历吧 如果现在还有想来法国留学的朋友 记得关注这个视频哦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